Hello 大家好 有朋友问我哪部衣车好呢 哪个牌子好呢 我应该买哪部衣车最适合呢 其实我在之前的讲衣车的影片 叫做新手老手的 都简单讲过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建议如果买衣车 就侵着这三部曲去考虑 第一步就是认识一下自己 看看自己是什么人 第二步就是看下适合度 第三步我们就要去做这个决定 以及去action 好 我们讲讲第一步 认识自己 我想你们就把自己分开 看看自己是哪一类人 我就会分这两类 第一种就是是不是一个很喜欢买东西 还有平时都会很冲动买东西 三分钟意到的朋友 另一种就不是 另外一个分辨点就是 你对要求是否特别高的人 还是我是普通人 一般要求的 分了之后 就可以看看哪一部衣车会适合你 先讲讲三分钟意到 我怎知自己是否冲动买东西的人 其实你就想起过往 你买的五样东西 现在的现况是怎样呢 你是收了 不知道已经去哪里 另外就是 不是 过往我买的五样东西 现在还在我身边 我经常拿出来玩 总之经常都会用它 如果用烂了我还会很心痛 第一种就是三分钟意到 第二种就是不是的 三分钟意到的人应该怎样呢 我建议你买一架千多元的衣车 大概1300-1500 不要买很便宜的玩具车 因为我之前也说过 你买玩具车只会激气 你是发挥不到车的乐趣 你肯定自己是真的会喜欢玩 就加点钱下去 买一部进阶一点的 有多些功能给你玩 另外一种 如果你买东西 通常你都是很考虑周长的 或者会隔隔隔 那个比较你会做很多功夫的 我就劝你不要买千多元 因为如果你觉得自己 真的会去买这车 玩下去的机会是会高的 玩下去很快就会觉得功能不够 如果你买一部二千多元 三千多元 这些衣车对你来说 就会稳妥一点 和可以玩久一点 现在我们来说另一类 就是你是不是一个要求高的人 我试试给以下的例子 你看看 应该都可以试到你是哪一类人 第一个 首先看一下这个袋 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不是每个人都看到有问题 因为这个袋确实是没有车错的 第二样这个圣诞口罩 金色的原点 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觉得周身不聚财 现在看回这个案子 如果你一眼看下去 你觉得也没有问题 恭喜你 你是一个要求不高的人 相反 如果你看下去 你觉得那些格子对得不整齐 不工整 而你又觉得不舒服 那你就是一个要求高的人 好 到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也挺极端的 如果你见到那些点点图案 你觉得没问题的话 你也是一个没什么要求的人 但如果你见到那些点点的图案 不是那么水平 你又觉得有问题 又觉得不舒服 我都很肯定你是一个要求极高的人 这个是完美一点的 它的点点和红色是成水平的 这个你就应该觉得没问题了 对不对 好了 相信在这两个案子 你都可以得知自己是哪一类人 好了 你应该知道自己是哪一类 如果你是普通要求的人 你买一部普通的衣车就可以了 根据你自己的钱包 如果你是一个要求极高的人 我劝你不要买普通的衣车 你应该买一部起码都五六七八千 如果你手头松的话 你还可以买一部更加漂亮的 这样才会适合你的 经常都有人说 一千元的衣车有衣车 九千元的衣车有衣车 都是把两块布搭在一起 连起来 有什么分别呢 如果没有分别的话 那九千元的衣车就没人买了 好了 说说我自己 其实我自己 人的要求是不太高的 我把两块布搭在一起 我已经很开心了 所以你经常都看到我 说很漂亮 很开心 其实是真的 但始终我车了东西很多年 我需要有更多功能 让创作上有更多变化 所以我买了这一部真是美 六千多元 我觉得价位都适合我 又不是太贵又不是太便宜 当然如果我有多些钱 我就想买一部更加贵的衣车 再多些功能 或者留待下一次 等我有个目标也好 好了 现在进入第二步 第二步就来看一下适合度 适合度就是看一下你想外架车 帮你做什么 你一定会说 我什么都想做 这个我知道 但也要有一个偏重 如果你喜欢做一些轻型手作 例如一些薄薄的银包仔 车口罩 车下帽 你不喜欢厚帆布的话 一辆普通的衣车就可以了 如果你好像JB 喜欢车JB袋的 喜欢缝厚布的 几层拉链各种东西 你需要一部大力的衣车 所以我去买衣车 我一定要选大力的 接着如果你想玩车皮的话 车皮 车土皮的衣车 一般价格都比较高 如果你价格有限 假设3000元 我就会建议你去买一部机械车 比你买一部电脑车 这个你明白吗 即是如果你用3000元去买一部机械车 和3000元去买一部电脑车 机械车一定会大力一点 而且它的质量应该会好一点 接着就到做衣的朋友 做衣的朋友 你需要一部细致的衣车 线织车出来要漂亮 和应付薄布要做得到 因为做衣的线织全都穿上身 很觉眼的 而且你需要有多一点的线织 因为做衣会包括很多设计在里面 而且要预计一个价格去买乘车 接着下一类就是 只需要衣车用来车窗帘和床单 应付家居所需 你买一部很简单就可以了 因为你车床单、窗帘 这些线织基本上都不会见人的 就算你有朋友来探你 他也不会挑战窗帘来看看 线织漂亮不漂亮 买一部普通通的就可以了 真的不需要买贵了 还有一类就是喜欢瘦花的朋友 瘦花的朋友 你一定要买瘦花车 这个很简单 你跟自己的budget去买就可以了 比较贵的功能就更多 而且瘦花盘 瘦的面积会大一点 你买便宜一点的话 那个瘦花盘的面积会小一点 而且会少一点变化 就是这样 很快就来到第三步了 我们就要行动和做决定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决定牌子 每个人对某一些牌子 他都会有特别的癖好 以及对那种牌子特别有信心 有些人特别喜欢美国牌子 有些人喜欢日本 甚至乎有些喜欢台湾牌子 你喜欢谁呢 你就选择他出来 高货那个 你就选择一个牌子最好 我都知道一个很难 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选择两个 如果你说都是很难 如果你连牌子都选不到 那就真的选不下去了 记住 是你喜欢 不是朋友喜欢 很多时候我们买东西 我们会咨询朋友的意见 朋友他会给你一大堆资料 你有没有有时发觉 他给完一大堆资料之后 令到我们的选择更加困难 那你买东西 只有你自己才喜欢自己 喜欢什么 而且我们去买东西 是为自己开心的 我认识一个大妇 她是拖宝宝到七个月 她见到孤姐 她就跟她说 你七个月啊 那肚子这么小 那好了 她走过旁边 她又见到她的医 她的医 她的医就说 你不是七个月 你拖到肚子这么大 会不会很难生的 那她呢 就去check up 见到医生 那她跟医生说 之前这样 那医生就跟她说 嘿 不要紧的 你不会有一个亲戚跟你说 你七个月啊 拖得刚刚好啊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有时旁边的人说话 就不一定要很介意的 有时呢 你会听到人说 某某个牌子不好的 那其实这句话 就有些问题的 因为呢 每一个牌子 她出那么多的model 一定是有些好 有些不好的 那其实呢 就没有绝对的 最紧要呢 你就是找到一个 适合你的model 才是最实际 那如果她整个牌子 所有model 全部都是那么差的话 那她就倒了一粒 那牌子呢 就说完了 接着呢 我们就下去price range price range 你就要决定 自己会拿多少钱出来 买这部衣车 那你决定了之后呢 你就看回你那个价位 那个model 假设啦 我决定拿2000元的钱出来 买这部e车 那你千万不要去看6000元 你看了之后呢 就万劫不服 斩它们越来越痛苦 那你可能就去问 哇 那看看也不行啊 不行 真的不行 如果你看了的话呢 你就斩会痛苦 尤其是 你买了之后 你就更加不好看 如果你买之后 还看的话呢 更加周心不聚财 更加痛苦 每天都好像矮咬那样 就想买一部再贵一点 但是又不想扔掉这部 哎呀 总之就越来越痛苦了 好了 大致上呢 要想的框架呢 就是以上这样了 那我们现在要行动了 我们出去试医车了 那有人就问了 有没有哪个地方 可以试光几个牌子的医车的 那啦啦 惨了惨了 它呢 就是在上面那里 决定不了了 那它就糟了 不然呢 香港真的没有一个医车百货公司 可以给你试光几个牌子的 那就算有呢 它也是局限于 平价医车 或者那些水货 那样 如果你刚才一路看下来 你决定到呢 那就容易了 就去一个地方 那如果你真的决定不了的话 那就麻烦点了 你就要走几个地方了 那出去试医车了 你想车什么 你就带什么物料出去车 感受清楚 是不是你自己的期望 那如果不是 有距离的 那就听清楚 买家的解释 那其实呢 他们都很乐意解释清楚 给你听的 那呢 买医车呢 就真的要付出努力 去探索清楚的 还有呢 如果可以的话呢 最好真的出去亲身伺 我觉得呢 真的重要的 那以上这三部曲呢 其实无论伸手老手啦 你买医车啦 或者买其他东西呢 都适用的 那又来讲讲故事啦 那我有个朋友啦 他最近呢 就买了一部衣车 那呢 他车东西呢 都有二十多年了 那算是一个老手啦 那我前一阵呢 就因为拍新手老手那条片嘛 那我就打电话 访问他 喂 你最近买了那部衣车 你满不满意呀 那他就跟我说 嗯 一般而已 那我咦 一般呢 他说 就没有自动穿线啦 又没有自动展线啦 那呢 那个速度又不够快啊 线绩又不够多 唉 我早知道 买部贵一点啦 倒算啦 最好笑的就是 那一天 一行呢 四个老手呢 一起和他买这部衣车的 我还是其中一个呢 支持他买这部车的呢 那呢 他都没有告诉我 原来他呢 可以买部贵一点的 如果我知道啊 我就一早叫他买部贵一点啦 那所以说呢 问朋友呢 未必有用的 最清楚你自己 哪一部适合你的呢 就只有你自己咯 所以呢 有时你们留言 叫我呢 帮你选一部衣车 或者你说哪一部好啊 那其实我觉得呢 这个难度真的很高的 我真的跟你决定不了的 更何况呢 他呀 是我好朋友 我也跟他选错啦 那呢 那三部曲呢 就讲完了啦 那不过呢 就有些常见的问题 那我就在这里 和大家一起讲一下啦 那呢 会问了 电脑车和机械车 电脑车是不是异坏一点呢 机械车是不是强一点呢 那就要看你怎样看啦 首先讲一下 机械车是不是强一点啦 那如果你说 在这里 两部车摆在这里 二三十年 那应该呢 就是机械车会强一点的 我相信 那如果你说 电脑车是不是异坏呢 那以我用了几部电脑车 我就不觉得它异坏的 但是呢 都要看回那个人用的习惯咯 那接着另一条题目呢 就是 我是亲亲出去买好 还是网购好 还是淘宝好呢 那淘宝便宜几个 香港买就很享受 享受就是 你有一个售后服务啦 你会有一个阿姐 你有些不明白的话 你可以出去问她 那如果你是一个老手 你能够介入到衣车 亦都不介意没有保养 还有便宜得多的话 其实都不妨网购啦 淘宝这样的 那淘宝呢 它会有一个运费啦 还有呢 会有一个运输的风险啦 可能回来 凑坏了 你不会知道 那你就要承担到这个风险啦 那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的话呢 你在网购买了回来呢 有一些问题 出现了的话 最惨就是 你不知道是 究竟是 部车坏啦 还是你不适用啦 那如果你分不到的话呢 那你就会很彷徨的 那如果是新手呢 其实我都建议你 在香港买回啦 会好一些的 好了 另外呢 有一条了 我是新手 我想买一架入门的衣车 其实是这样的喔 新手呢 就不一定要买一架入门的衣车 那其实呢 就高辅回刚才我们说的三部曲 这样去找一架 适合你的衣车就可以了 那因为呢 便宜一点的衣车 它功能没有那么多 不代表它是易用的喔 那贵一点的衣车呢 它功能多很多 也都不代表它难用 那我之前那些 那些衣车测试片那里呢 我经常都强调那个送布区的 那如果那个送布区漂亮 送布送得好呢 其实车出来漂亮的机会呢 是大很多的 那我相信一个好的送布区 对一个新手来说呢 其实帮助会很大 那我就很长气了 讲了很多了 那现在呢 我就想麻烦大家了 那我想收集一下你们 用着衣车的资料 我想你们告诉我 你用着什么衣车呢 牌子 型号和价钱的 那就是电脑车还是机械车 那你满不满意呢 你用着呢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你告诉我 它的优点啊 缺点啊 那如果你觉得太麻烦呢 就不要紧了 那你越写得多就越好 那我想收集一下 一些衣车的资料 看一下呢 我会得出些什么结论 或者其他 大家可以share的资料 那大概一个月左右呢 我就想收集了之后呢 就跟大家分享回的 我希望到时呢 可能有多些的资料呢 可以和大家分享啦 好了 那我希望今天讲的三部曲呢 可以帮到你 慢慢去呢 选择到一部 适合你的衣车 那我们可以大家一起玩 快乐车梦啦 那哇 现在我都很肚饿啦 我现在要去吃饭啦 那下次再和大家玩其他东西啦 拜拜 拜拜